假如你自己嘗試拿一些用具去清潔新生兒的耳朵 這其實是很危險的事 因為第一你看就看不到 第二就是太小的時候很容易你的用具都會整損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二備喉專科楊逸邦醫生 跟人們分享醫學專業知識 楊醫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不少人沖完涼睡覺前都會用棉簽清理耳朵 請問楊醫生耳朵是否需要定時清理 如果處理不當又會造成甚麼影響 耳朵是一些耳道皮膚積聚物 連同空氣塵和皮膚內有些線體分別油脂 集結而成就叫做耳朵 一般情況來說耳朵是不需要自己清理 因為人體有機制這些皮膚就像一個輸送帶一樣 會將這些耳朵由內而外排出耳殼 當然有一部份人未必這個機制可能會受損 例如他可能重複有一個撩耳的習慣 構成一些慢性損傷 又或者他可能天生是一些油耳 油脂分泌比較多的病人 或者那些耳朵會比較難排出體外 這些情況就可能比較棘手一點 那耳朵的積累會否影響聽力 當然會影響 其實他如果耳朵堆積得太多 他排不出 有時可能有些病人 甚至是游完水 水進入耳朵 令到耳朵有膨脹的情況 亦都會構成一個阻塞 會影響聽力 有機會甚至會發炎 令到他會覺得痛 會產生耳鳴等等不同的症狀 那遇到這些阻塞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怎樣處理呢 其實假如耳朵出現一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理論上都應該要找醫生去檢查清楚 確保是否耳朵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病例如突發性耳朵聽力失衝 其實有時可能病人都會突然聽不到 以為是耳朵的問題延遲了黃金治療時間 如果真的有耳朵的時候 專科醫生會用一些特別的儀器 例如一些顯微鏡 一些微細的鉗 去幫他安全地把耳朵拿出來 假如有些病人經常都有耳朵的問題 又想自己嘗試去清理的話 其實我們會建議用一些橄欖油 這些油去滴淋耳朵 我希望他幫助耳朵排出體外 但也不一定每個人都可以用到這個方法 針對新生兒他們又到幾大年紀的時候 適合清理耳朵呢 至於很多媽媽會擔心 經常會檢查新生兒耳朵的情況 其實我們也不太建議 因為新生兒的耳朵比較細小 假如你自己嘗試去拿一些用具 去清潔新生兒的耳朵 其實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因為第一 你看就看不到 第二 就是太細時 很容易你用具都會整損 第三 生生兒也不會合作 你一整它的時候 它一動的時候 就很容易構成傷害 其實我們也不建議你特別去處理它 好多謝楊醫生今天的分享 謝謝楊醫生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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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